这个老头究竟有多狂 看见前方有自行车前 二话没说 直接就撞了上去 小伙吃痛掉进了水沟里 可老头却不慌不忙 他先是摆好路障 然后再穿上一套消毒服 以此来达到伪装的效果 果然等有路人经过的时候 司机们都不敢有一点停留 生怕染上病毒便扬长而去 等路人走后 老头拿着农药就朝小伙走过去 在极度的恐惧之下 小伙很快就被老头抓个正着 而这一切的一切 就因为小伙在骑车的路上对老头进行了嘲笑 却没想到因此惹错了人 最后老头将喷头塞进小伙的嘴 直接将他送去了西北 然而与老头一样脾气暴躁的 还有开车易怒的怂哥 这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郊外旅游 可不料半路却被人抄了车 怂哥本来就好灭 随即就与临车展开了较量 不曾想半路上却差点出现了意外 眼见自己一家人差点就去了鬼门关 妻子对着怂哥就是一顿鼠 谁知却换来了怂哥的不满 眼见自己出了丑 怂哥立马加大油门想要找回面子 可不料前方一个面包车却挡住了去 然而这次左边没有路 右边又有大货车 怂哥根本就没有办法超过去 于是他便开始咒骂面包车司机技术垃圾 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跟着自己一起嘲笑对方 谁知一个不留神 面包车突然刹车 怂哥差点就撞了上去 这可把男人给惹恼了 于是趁着超车的功夫 怂哥也看清了司机的脸 没想到正是那个暴躁的老头 可他却不知老头的狠度 反而比了个手势嘲讽对方 妻子提醒他不要惹事 可怂哥不但不听劝 反而再次加速甩掉了老头 然而就在怂哥一家人在服务区买东西的时候 老头却追了上来 他希望男人能够给自己道歉 这样刚刚的一切他就当没有发生过 可怂哥本身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再加上周围有不少人围观 于是他不仅没有道歉 反而还嚣张地推了老头一下 怂哥打死也想不到 正是自己的这个举动 差点让自己和家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果然等男人刚开出去没多久 他就发现老头开车追了上来 这下怂哥慌了 为了不让妻子女儿担心 他立刻调转方向想要甩掉老头 可没想到对方还是追了上来 这下男人彻底怂了 他只能不断地加大油门 甚至前方是红灯 他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然而终究只抱不住火 很快怂哥异常的举动 就引起了妻子女儿的注意 果然没过一会儿 他们也都发现老头追了上来 这下可糟了 妻子建议立刻报警 可怂哥怕在孩子面前丢了脸面 于是便做了个疯狂的决定 只见他将车子停了下来 然后独自下车准备和老头理论 好在老头也并不是蛮不讲理 他只需要怂哥向他真诚地道个气 之前的事情依旧可以一饼勾销 可本就丢了面子的怂哥哪里可同意 反而埋怨启示老头的不对 这下可惹恼了老头 一把就夺走了男人的手机 为了拿回手机 怂哥与老头发生了冲突 可不料老头的力气却出奇地大 年轻力壮的怂哥竟然还落入了下来 妻子眼见情况不对 想要上前帮助丈母 可却一个踉枪差点被车子里压死 死里逃生过后 怂哥被妻子一顿数落 他也终于明白了面子没有家人重要 于是便来到车前向老头道歉 然而事与愿违 这次老头却认为道歉来得太迟 便拒绝了怂哥的道歉 这下男人可忍不了 他开始不停地拍打车子让老头滚下来 却没想到下一秒老头真的打开了车门 男人见机会来了 于是便急忙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机 谁知下一秒就被老头给拽翻在底 可还没等怂哥爬起来 老头却拿出了车里的农药 然后狠狠地朝男人脸上退去 怂哥见情况不妙 立刻跑回了车上 谁知下一秒老头就拿着农药追了上来 好在关键时刻 怂哥家大油门逃了出去 然而车里的农药没过多久就扩散开来 一家人很快就坚持不住停下了车子 他们只能找到一处水坑去清洗身上的药剂 可没想到等再次发动车子的时候 轮胎却陷入了稀泥里 而老头也刚好追了上来 没有办法 怂哥只能让妻子驾驶车子 自己则下来推 然而好不容易等车子开了出去 老头却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这时怂哥下的屁股尿流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还是赶上了车子 然后迅速离开了这里 可正当男人一家以为危机已经解除的时候 更大的危险却已经悄悄降了 很快怂哥就来到警察局报了警 然而他打死也想不到 与此同时 老头竟然根据手机上的划痕 成功解开了自己手机的密码 紧接着还根据里面的信息 成功得知了自己的住处 很快老头就找到了怂哥的母亲 并且将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老太太 老太太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想要呼救 可最终还是被老头给一把控制住 而与此同时 怂哥和家人也报完警回到了家 却不曾此时女儿却发现 自己的奶奶和爷爷都被锁进了厕所 怂哥听见动静立马想要跑上去查看 谁知却迎面碰到了老头 然而老头似乎是一个有缘者 他并没有攻击怂哥的家人 反而只是追着男人就是一阵输出 好在最终怂哥从后门逃了出去 可老头却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 等跑出了屋子后 怂哥担心自己的家人遇害 于是便又返回了家 可他害怕与老头碰个正着 于是便决定爬墙进入自己的房间 好在没过一会儿 家人们也都听见了怂哥的动静 便成功将男人拉回了屋子 可奇怪的是 可恨的老头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那以后 怂哥吓得再也不敢动车子一下 甚至送女儿上学也都会选择不行 可那件事始终像个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久久不能消去 直到某一天 那辆面包车又再次出现在了怂哥的身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